每个时代打造着属于他的梦想 如果你渴望有所作为 你就需要对那时代的呼声做出回应 我那年代的人梦想 消除马来亚的英殖民主义 对此我感到自豪 这是陈平在2004年出版 《我放的历史》 第一章开端的第一段话 嗨YouTube大家好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 为了陈平的骨灰会引起那么大的争议 在开始前 请你帮忙订阅我的频道 因为目前我的频道离1000个支持者 还有很长的距离 有了你的支持 我才能有动力制作更多关于马来西亚时事 和共鸣社会有关的视频 这几天 陈平这个名字因为Malaysia Kini的一篇报导 而再次在马来西亚引起了关注 先交代事情的来龙去迈 两个月前9月16日 在泰国流亡并逝世的前马公总书记 陈平的骨灰 被运回了大马 并撤在宏都坎外海 以及中央山脉森林 这件事除了引起内政部及警方 表明会调查此案 马来社群 前军警成员 甚至伊朗主席哈利阿旺 都出来大力评计 对于一些不明白陈平是谁的朋友 我利用一些网上得到的资料 为大家介绍一下 陈平 不姓陈 他原名王文华 是Perajoe Style 1富州人 他在1940年参加马来亚共产党 当时还是15岁学生的他 选择献身于共产主义 战前的反英国殖民统治斗争 以及最终向日本侵略者 发动游击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 英国人通过136部队 与陈平进行接触 让他们在敌军后方收集情报 并发动了游击战 以对抗入侵马来亚新加坡和东亚的日本人 热军投降后 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六世 因陈平在战时帮助英国人 对抗日本人的贡献 搬送了英国官佐勋章OBE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给他 可是当时他拒绝接受这一荣誉 因为他知道 这意味着他必须解散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陈平在23岁那一年 正式出任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 成为马来亚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 1948年6月 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 还有4个月才过24岁的陈平 成为了印帝国首号的痛击犯 紧急状态 英文是Malayan Emergency 或是我们熟悉的国语Dalurat 乃是当时马来亚殖民地政府 对冲突的称呼 在这场惊呼式内战的12年冲突中 双方都牺牲了大量的宝贵生命 GVKB的报导 当时马来亚军警阵亡的人数 有1346人 而马公方面 阵亡的人则高达6710人 1989年12月2日 马来亚政府和陈平在泰国的南部 Hardai 签署了和平协议 这代表 马来亚政府正式承认 结束与马共产党21年的敌对关系 而马来亚共产党 也正式解散 成为一个历史的名词 大多数的前马共邮寄成员 在当时获准回到马来西亚 获得共鸣身份 以及重新融入社会 当时代表马来西亚政府负责谈判的 是前总警长 Dansiri Abdurrahim 他最近也表明了鲜明的立场 他说在有关的协议中 所有马共的领袖 包括陈平 皆可以回到马来西亚 同时 他也清楚地表明 这名马共前领袖 在签署和平协议后 无论是在生前或死后 也不再对我国构成任何的危险 陈平在1998年大驻英国 一个曾经视他为国家头号痛极犯的国家 既然英国在他有生之年 都没有视他为洪水猛兽 马来西亚政府 又为何要害怕 以化为玉璃亲眼的陈平呢 我的看法是 马来西亚从独立到现在 都摆脱不了族群政治的阴霾 在任何时候 只要把华人威胁论办出来 就能把自己塑造成为 维护马来人利益的民族英雄 所以不难想象 陈平在生前甚至死后 都不被允许回来马来西亚的原因 那就是 要把他塑造成为 马来同胞的共同假想敌 强调华人等于共产党的刻板印象 思想 又有谁比陈平 一个当时大多以华人为主的 马公组织领袖 更适合担任这个角色呢 所以 即便他生前一直试图 通过法律的途径申请回国 包括 尝试对当时受到 马公暴行的受害者和家属道歉 最后 都因为种种的原因 不被我国政府所批准 一缕清烟 化恩仇 陈平先生不应该再因为 国内的族群政治需要 而继续被塑造成为 马来同胞心目中 十恶不懈的大魔头 在历史的洪流中 忠实他有过错 也都以自己的一生的岁月 来偿还完毕了 一个国家和社会 要迈向更广阔的未来 我们要谨记的是 历史带给我们的教训 所以 唯有还原历史的真相 解密所有当时在 和哀和谈的协议与录音 我们才能够一窥究竟 陈平在历史中应该得到的 真实评价 这样也同时能够让社会 诚实地面对历史 才能够让当年在这场冲突中 受伤和牺牲的人 在真相中得到疗愈与安息 纵使我对陈平先生的政见 抱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无可否认 也不容否认 他是一位 曾经选择走不同道路 为他理想中的祖国 马来西亚奋斗的献贤 我是李伟康 我们下个影片见